台灣的教養方式 比較是屬於過度保護 整台是很保護 你也這樣覺得嗎 我們一生出來就把他們帶出去啊 所以你 沒有 沒一點 可是沒有 沒有月長 沒有不能跟小朋友見面 或什麼 因為我覺得最奇怪的就是說 小孩生了 然後很多朋友啊什麼的 然後親人都要來看他嘛 對 就不能看啦 或是要透過那個床 才能看他 我覺得真的很奇怪 因為我們就是 一生了就把他帶回家 記衣服的那個關係剛剛就是 小孩在公園 他在玩 他在跑 所以你一樣啊 你去外面跑步 你不會穿太多衣服 除非你要減肥 可是像我們家就是 寶寶他很喜歡 對 所以我們家人都會說 這樣很危險啊 他這樣就是不能呼吸怎麼樣 當然不是第一個月 他住月子出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發現他如果躺 就是躺在他的背面水 他就一下就起來 所以我們就慢慢的讓他趴著 可是這個不是第一個月 可能一個多月 兩個月 他也給阿姨看到他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很危險啊 寶寶就這樣不能呼吸什麼 然後我就 後來我們就是其實跟他說 謝謝 真的我知道你們有這個擔心 加拿大也有人是這樣想 可是我們那時候自己有一點擔心 所以上網去看 去看一些醫生 跟人家吻 然後他們說 寶寶這樣子玩 這樣子躺著 他的脖子會比較硬 因為睡覺慈善 他就會看兩邊嘛 就抬起來 那其實我們寶寶兩個月的時候 一直就算蠻硬的 大家都一直以為他年紀比較大 所以也是你要看情況 你要看你的小孩 像你們剛剛在說 就是每個小孩就不一樣 小朋友趴睡的有幾個 你們小朋友是趴睡的請舉手 幾乎都趴睡 如果你把它放在那個床上 你發現他可以自己左右兩邊動 就可以趴睡 安東最近很愛睡的一個方式 就是是趴著 可是就是屁股開起來 對 然後要睡就這樣 大家都是這樣 小朋友到了一歲 都會有這個階段 快兩歲的時候 我們家現在也是這樣 趴睡然後屁股翹起來 都會這樣子 對啊 可是我覺得那個老人家的話 有一些就是還滿好用的 像我那個兒子 五個月的時候 就是 就是晚上睡得不好 就是突然哭這樣子 然後也不是尿尿 也不是兔子 所以我們就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應該是長牙齒吧 說不定 沒有 就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然後我們剛好 然後下去南部的時候 就給阿嬤看 那阿嬤說就... 他就說 這個弟弟就嚇到 你們太大去收金 然後我們... 我也不知道是收金是什麼東西 然後還是就是給太兒子去看 對 然後就收完金之後 就是晚上還滿好睡的 不過有時候老人... 老人講的東西都很有道理 他們的經驗很多 可是有時候有一點過時 我覺得 就是讓我們... 讓我們過去 我的頭髮是那種好的 不是過時的 是Vinforge 為什麼如果在義大利 阿嬤這樣說話 你們會聽嗎 就是一定要聽啊 不管他講得多 沒道理都要聽啊 真的嗎 對啊 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 差不多在國小而已 國小到國中那個時候 我就是要戴耳環 然後我問我媽媽 可不可以戴耳環 他說可以啊 很帥啊 很時尚 然後阿嬤聽到了這件事情 就很... 就罵了我媽媽 就說你怎麼可以讓他這樣 他是海盜嗎 不是說海盜 我們在家裡那麼好 都是好的 經濟OK的 他是一個好小孩 為什麼要戴耳環 結果呢 我媽媽就是聽我阿嬤的 就我幾年後 我才自己戴了 所以在義大利 很少有年輕人戴耳環嗎 男生 很少 因為年紀大的那些 阿嬤就會不讓啊 對啊 所以美國全都是海盜啊 美國都是海... 是嗎 對啊 永遠到 很多人家的小孩 都會戴耳環啊 對啊 因為我們剛剛都談說 我們自己戴小孩 但有沒有過一個狀況就是 我們自己有戴自己小孩的方式 可是別人就是一直很熱心 要跟你說你這樣不行 你怎樣都不好這樣子 太多了 像我是那種 我遇到朋友 太過於擔心我的小孩 因為我就... 因為我本來就想說 那個以後啊 如果坐飛機 然後一定要 訓練小孩 就是坐飛機的任何的習慣 對不對 然後我就在想說 好 至少等到他三個月大 就是什麼的預防針都打完了 什麼都OK了 他只要確認身體狀態是OK的 我當然可以帶他上飛機 所以我三個月 我就準備要帶他去韓國 我就想說只是短程飛行而已 試試看 結果我朋友開始講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啊 你知道這小孩子 現在才三個月 他根本沒有辦法跟你講說 他到底是不是很難過 你自己開心就有難過到他 你要他的耳膜破裂 你就自己 自己這樣在那邊沒事 這樣子開心的要命 你覺得你這樣當好媽媽嗎 就把我講得好像一副那種 我完全沒有想到我小孩的狀況 但是其實我早就已經查過 就是小孩子 只要是身體狀況是OK的 然後你就是起飛跟下降的時候 你就是要餵他 就是餵奶 讓他一直有吞東西的感覺就好了 因為他吞了 他耳朵跟鼻子就是通的 對啊 所以我就是 而且你知道我從那個 譬如說他一個半月的時候 我就講說 好 他三個月大 我要帶他出去 結果一直被人家一路 一直唸到他三個月大 一直被唸 然後講得好像一副 我真的是多糟糕的媽媽這樣 後來帶出去了嗎 帶出去然後完全OK 因為我覺得小孩子其實是 在飛機上面的時候 其實那個習慣是要培養的 而且從小開始培養 我覺得很重要 所以你知道我還看到有人 因為那個 從來沒有帶過寶寶飛行 所以他就知道他寶寶一定會 非常的難控制 所以他上飛機之前 還特別包了很多那種 小的那種點心有沒有 然後就還請空姐 就把這些點心發給大家 就說對不起 因為我小孩沒有飛過 對 所以他很有可能會大鬧 就是先跟你們說對不起 就是你知道 其實飛行這件事情 大家爸媽一定都會面對到 可是旁邊的乘客 沒有人會開心 因為你收到你就表示 等一下會大鬧 對 你看馬丁 安東幾歲開始坐飛機的 幾個月大 應該是大概五個月左右吧 妮可呢 一歲半 所以你們沒有很小的時候 就帶他們坐過飛機 我跟女兒是在美國生的 她做完 她們做完約子 我就幫她們從美國帶回來 所以我跟女兒是 28天上的飛機 然後回來台灣 到現在 好得不得了 對啊 真的 五歲然後現在坐飛機都好乖 不吵不鬧 真的 我這也是 我在溫哥華生的嘛 滿月一個月就把她帶回 對啊 對 而且因為我們生第一胎的時候 我們去哪工作都帶了她 然後她的護照 現在已經滿了 一本已經全滿了 就是從嬰兒的時候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我們就到處飛 就帶啊 婉飛 我現在只有聽到 莉莉 我覺得 你們家之後老大是最幸福的 是喔 因為老大去了國外 這個東西最好 老三最可憐的 我想老三到現在國都沒出過吧 真的 老三現在都在家裡 你看看是不是 你們好可憐 我在家裡就是老三 我就是這樣長大的 我也是老三 我好像真的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你要知道媽媽的生活 我知道 我知道